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葬礼定于2002年9月19号 她的棺果,这是运往西斯敏斯特大教堂的路上 女王的王冠就放在棺果的上面 前几天,有去和女王做最后告别的人们排队长达12个多小时 今天来参加伊丽莎白二世葬礼的达到了2000多人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查尔斯王子 威廉王子他们都穿着军服,只有两个人没有穿 那就是哈里王子,因为他退出了王室 第二个就是安德鲁王子,女王的第二个儿子 大家也可以看到今天凯特王妃同样是佩戴了具有追导意义的珍珠项链 在她后面的是梅根,前面的是英国女王第四个儿媳妇 哈里王子站在她哥哥的后面 这是英国女王第四个儿子,爱德华王子 随着棺果进入教堂,哀乐的名号仪式正式开始 有一部分人在棺果经过的时候都低下头表示哀悼或者敬意 卡米拉带了一个新型的钻石胸针 9岁的乔治小王子,每次表现的都很得体 梅根就站在后面 卡米拉还戴了一个黑色的面纱 站在卡米拉旁边是英国女王的第二个孩子,安妮公主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所有英国重大的红白喜事都在这里举行 像威廉王子的婚礼,这次就是女皇的葬礼 在第二排从右手开始数 这两个孩子就是英国女王第四个儿子的孩子们 这个是安德鲁的女儿 安德鲁一共有两个女儿,其中这个大眼睛是一个 还有一个没看到,可能今天没来 这是英国女王妹妹的女儿,叫Zara 威斯敏斯特教堂,非常的庄严肃目 据说,这个葬礼是伊丽莎白女王 在位的时候就自己策划好的 最前排左边是女王的四个孩子 右边就是女王的孙子奔门 同时到场的还有前首相好几任 除了我没有看到Tulisa May 这是现任的首相Lise大妈正在演讲 她用了一些古语 她差不多讲了有三四分钟的样子 讲完以后人们就开始唱歌 这些歌曲也是女王在世的时候自己选择的 这顶王冠应该是女王加冕时候戴过的 由珍珠和钻石组成 下面还有教会在讲话 今天凯特王妃只带了两个孩子 最小的那个没有带来 乔治王子是九岁 夏洛特公主是七岁 英国教会的首脑发表演讲 苏格兰教会的首脑 接下来也发表了演讲 安德鲁和安妮中间的这个是 安妮公主的丈夫 这里的仪式就暂时告一段落 现在要把官果运往白金汉宫 就是在白金汉宫 还有前面几个女王以前经常去的地方走一圈 然后运往文莎城堡进行最后的暗葬 女王将在文莎城堡落葬 为什么女王最后的休憩地选择了文莎城堡 那是因为文莎城堡是最古老的王室成员居住地 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 看到这地是黄的 是因为它铺了一层沙子 英国王室成员的女性 还有小孩子都坐在车里边 随着灵鹫前进 只有一位英国女性 在他们兄弟的当中 步行着 那就是英国女皇第二个女儿 公主安妮 这就来到了大家熟悉的阳台 做最后的告别 现在就要往文莎前进了 随着灵鹫缓缓地离开 有很多的民众还往车上撒了一些鲜花 在这个送别仪式完成以后 到了文莎城堡是最后的安葬地 王室成员们还会单独再举行一个他们自己的追导会 现在就到了文莎城堡的外面 有很多的民众早就已经排起了成队 这是布莱尔首相 大家都知道 还有前几人都已经来了 文莎城堡的工作人员 有好几个我注意到都戴了黑色的袖章 下午三点钟左右 女王的灵鹫到达了文莎城堡 她最喜欢居住的福底之一 这是文莎城堡 外面排满了密密麻麻的人 这个小马 前几个月 女王还骑过 叫埃马 送到她安葬地来了 在文莎城堡里 有一个教堂 最后女王的栖栖地 将会是这里 这些黄颜色的就是民众送来的花 还包括英国女王最喜欢的爱犬 科技犬 这两个也被带来了 给女王做最后的告别 女王一生一共养过 大概是50多只科技犬 她两个爱好 塞马和养狗 这是文莎城堡一览 带一伙灵鹫将在这个草场上走一圈 这个时候 王室成员们又出来了 威廉王子前面的 就是英国女王的女儿 安妮公主 现在就到了灵鹫的西西地 文莎城堡内的教堂 其中英国女王的母亲父亲 还有她的妹妹都安葬在这里 这是教堂的首领在发表演讲 后来把灵鹫上面的这些王冠摘下来 因为她带走的珠宝只有两件 一个是一对珍珠耳环 并不包括灵鹫上的这些东西 交给教父收好 女王有很多的王冠 这只是其中的一顶 随着棺果缓缓落下 伊丽莎白二世的葬礼 落下了帷幕 准备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